大家好 歡迎收看 師父你久救我 OK 來人啊 綁起來 綁什麼 綁你啊 為什麼今天要把我的師父綁起來 告訴你們一個明明 因為前陣子的網友們說 希望把它綁起來 我真的要感謝你們 滿足我這個內心的一個心願 這是綁起來嗎 對 是在繞圈圈 對...綁起來... 這個是... 那我也把自己綁起來 今天... 為什麼要把我們自己綁起來啊 今天只有姐姐綁起來復盤 因為我們... 很可惜不是紅線 不然的話就真的太浪漫了 因為我們想要永遠的一直 被綁在一起 上廁所怎麼辦 要上廁所喔 一起上... 一起上嗎 一起上 馬桶可以共用嗎 一人一邊 你說一人一邊 還是只有我在這邊 除了哪裡之外 我腿 這是超親密的那個耶 我沒辦法 我還沒到 我們的感情還沒到那個境界 先不要好了啦 今天為什麼會... 其實今天我們還是要照樣復盤 但是復盤之前呢 現在我的口頭餐 一人一邊有風險 精髓陰水 有爆有扁 遊戲前音看 音響卡的遊戲 你剛剛心裡講得很好耶 差一點耶 對啊 加油 一人一邊有風險 一人一邊有風險 遊戲前... OK 來 攝影機準備好了 一人一邊有風險 精髓陰水 有爆有扁 遊戲前音響卡的事負0995 好 開始復盤了 開始復盤了 今天要復手 今天重點就是說 女巫不救的 女巫不救的 對 然後這一跑我們選擇 那個見面會那一場對不對 12月27號那一場 太好了 小賴明機會發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局真的... 請抽籤 難得的 三人就湊在一起了 對不對 我們一家人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抿到那個 二次感覺勝分 二次 二次是誰 二次有什麼 二次... 普興是那個騎士 四是那個... 最後他是獵人啊 因為那個時候 只看我的這邊 你那個時候有什麼感覺嗎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想說玩那個... 對 這場我們那時候有一個 想說一個套路就是 狼王之暴 我們本來要之暴 就戴準遠 為什麼一直要我坐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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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那時候是想要叫你 預言加發三號金水 對不對 然後我自爆代理 對嘛 那時候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的道路 套路 但是狼王之暴 就是永遠一直在背 大家做狼王有彈性 我們真的是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 刀石不是隨機應變 刀石是必刀 而且其實可能搞不好 主任也認為可能小肌力 小肌力 自刀 因為可能在一個粉絲見面會 大家可能會玩一些 比較更深的套路 對... 但是真是開心啊這一局 所以達爾叔父 你要跟我們聊你的心路歷程 真的 沒問題 他真的每次被手查手驗耶 真的也太巧了吧 他是平民嘛對不對 小賴是平民嗎 對 他是平民 你名到二四 四號是獵人 對 那二號是誰 騎士嗎 騎士 所以... 你那個時候有開始鳴嗎 還是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沒有鳴耶 我那時候好像不知道在想什麼 這樣子說 好像一號笑成這樣很難做狼 他笑得太開心了 可是他那時候是有抓到你說 你沒笑還是什麼 對 什麼都沒有 沒笑 什麼都沒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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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喔 你去幹嘛啦 這幾天會播出嗎 我這樣都沒了 你夜夜半小時好不好 半小時 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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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點粉絲真的很給你 沒有人透露說小賴會死掉 因為大家都...都沒有笑啊 對 厲害 我是好人... 然後... 這不是廢話嗎 好 他就一直這樣 他是平平 所以名就不要再挑 然後剛剛在看 看牌的掛項 我先採一下2跟9 2跟9 我比...原本是比較小明 他們醒來的發言 女... 沒關係 剪刀槍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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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會看我的對不對 是不是6號 我剛剛會... 今天會做下午 就是6號啊 1號啊 5號啊 這三個我也採一下 156號採一下 應該出兩個人 我直接被點中 確實啦 我們...我們當狼 90%的肌力會倒塌 還好 還好 哪有車那麼速 那又漂亮 還好 他剛剛講了說 他採29掛項重 然後採了165做效果 這件事情 我有跟那種Double到的人 是5號 因為剛剛在10號一輩子 都這麼愛聊我啊 這個盡賴記者寶 可是5號就是這樣 啊 他回到一個... 對 這個表情的管理 真的是很重要 對 就是突然 他的那個情緒 沒有真的很享受 在這個歡笑裡面 沒有 我真的很享受 所以後來我在想 到底這局要怎麼玩下去 其實也是滿合理的 所以5號我現在是 比較問號曲 然後我在 大家一開始看牌的時候 我只有覺得2號 因為我跟2號是有一個對看 然後那時候基卜星就這樣 怎樣 這是給我一個7 怎樣 就是我會覺得好像太多 妳好像沒有必要去回我 這個東西 只是一個對看而已 然後他就講了一句話 我就覺得我比較想聽2號 等一下要怎麼講 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跟你對看 怎麼好像這幕有點眼熟 其實大家說 這樣的話滿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 好人開始有一點 我只知道我是一個好人牌 然後我剛剛只是要 看一看名牌 你說1 2開始這樣 對 他們這樣子就互導了 前面 我就覺得這集搞不好 不認識他 會不知道他是什麼身分 但是我只知道我是一個好人身分 然後 如果我是狼 我絕對不會第一天殺10號 我一定先殺主任 這個相信大家都很知道 因為主任太厲害了 所以我是狼 我一定會想要先殺主任 但是呢 我真的不是狼啊 我就是一個好人 所以我覺得會殺10號的 就是會想要做效果的人 所以的確我覺得5 6 我覺得其中一個人嫌疑很大 但是3號也有可能 因為3號你雖然是製刀王 但是你有可能今天想說 反正10號這麼常被守殺 可能女巫會不會想要有效果 我就不救他呢 所以3號 5號 6號 我做這種事 我呢 身為一個狼人殺偶像 邱宇辰 屍辰 屍辰 對 今天我的爸爸媽媽都在現場 全家到齊 全家福 Happy Family 對 那時候他死掉 我是覺得很正經 很好笑 然後我瞬間這樣掃了一下 梁耀宇辰的表情是這樣 他是讓我感覺好像有一點說 他去打這個事其實還不錯吧 但是我覺得他那個狼人 至少有在攻擊 而且他發言很自然 我覺得還不錯 狀態很自然 我覺得他不太像狀態 我已經是全場笑最大聲的女人 我已經是全場笑最大聲的女人 然後我覺得如果1 2有一狼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偏 2號我感覺你這一局 滿好的 狀態滿好的 對 10號實在太倒楣了 他保了2 殘了1其實 應該是打2會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在這種局 大家應該都覺得 因為他好像要是 他好像要是保1的感覺 可是他後來是殘了1 所以我覺得應該殺的就是好人 然後他也表身分就是平民了 那現在記得平民只剩兩個 所以你就是也要小心一點 然後再來是2號是 我剛剛抿完牌的時候 有看他的表情 我不知道是那個是 是臉紅還是腮紅 就臉真的很紅 然後他笑的時候 就有點覺得他好像緊張 那是腮紅嗎 那他腮真的很紅耶 然後剛剛2號遊戲 有兩句話 我就有覺得 有一點小小的問號 他說誰 他說2號 所以有很多人去採了這個2 4打2 1跟2都採了這個2 只有殺了玩家 違保了2 採了1 4打2 3打2 你覺得你剛剛是對比的 還是怎麼樣 1 2互打對不對 對 那其實2沒有回打1 2是打我們喔 2是打3 但是1打了2 因為 當然被懷疑身分的時候 所以可能 所以等於3號 是有點像2號求老的感覺 就是說 我認你好了這樣 因為他不是3號不是去認2 2都採3的 對 所以3號上面是不是那個時候是 照理來說是表情嗎 他可能是想對2號 邋遢票 對 讓我覺得有一點怪怪的 然後3號 我剛剛只是有點傻眼 想說 太可憐了吧 如果我是小愛的話 我應該會很難過 那麼難得的機會 所以我是有點覺得 真的假的 然後再覺得很好笑 所以就是不用太覺得 我剛剛在表情怪怪的 黏頭的時候沒有料到 如果有人告訴我 有人可以參加 拉人總決賽 在這個舞台 很多人說我這個外套 像阿嬤的那個壽靈 有一點 我要跟你們說 其實要看人穿 因為其實我穿起來 還是滿時尚的吧 最時尚... 對不對 但是我... 對啦 如果有阿嬤想要買的話 反而我也可以... 可以穿上看 不懂 OK 首先跟你們說是謝謝 那接下來我要來認真地發言的 可是那個時候我... 我就是... 因為我覺得有可能 可以抗對的是這個2 所以我是... 抱歉 Sorry stori... 而且我這個我其實沒有跳好 我本來要跳絕對 我古都記錯了 所以... 今天あぁ都不在笑我 因為他不知道我的事 來...要再努力一下吧 加油... 這個預言家牌 沙浩玩家是我的精髓 主任Paul的眼神充滿殺氣耶 好 我開牌的時候 我覺得沙浩玩家看了牌放了之後 感覺他瘋狂每個人 我覺得他這輪一定有身分 我那個時候覺得他有可能是狼人 可是結果他這個精髓 那就非常尷尬了 其實我這時候就已經在想 如果我自爆 一開始我是要自爆代理 等一下再聊好了 我們在暫停的 因為我們贊同沙浩玩家的說法 他說如果我是一個狼人 我會去刀疤 我認為你不太像是一個好人的思考 在第二個位置會去想你是一個狼人 因為我會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二四在這裡呢 一二四在這裡 我覺得至少出現一批狼人 因為在他們邏輯掛氣的情況下 一打二 然後二四又打了四 我覺得他們都不太認識的 然後沙浩玩家是我的精髓 他雖然質疑了一二萬家 但是在我的視角 我覺得二號玩家比較像狼一點 所以 而且剛才我回應一下一號玩家 為什麼我笑得有點尷尬 因為我剛剛是聽十號的發言 他說我是一個平民 不知道 我覺得他不要拖 拖拉自己的身分 我覺得十號玩家感覺很奇怪 所以我不認為十號玩家在這裡 在這麼大 這麼大的一個場合會知道 這麼大 但是我覺得發言就是 那個時候我才 所以我的小孩就知道 其實真的很緊張耶 真的很緊張 我一直在心裡說 Calm down Calm down 因為有師父坐在我旁邊 我就有一種 我感覺 而且你是我狼隊 我說我會發言久一點 你知道你可以 不然想多人的東西 我就一直講話很久 我一直想 因為需要思考 對 我就一直狂講 我想一下要怎麼打 因為我 我那時候確實 你還是在想 你還在想 就是我在想 到底要做什麼決定 最正確的判斷 我要自爆 拿錯了 拿錯別了 拿飯 好 這邊暫停一下 A PASS STOP 來 對 那時候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 到底是 其實有很多方向可以走 就是要圖神 還是圖明 其實我後來那時候想 圖明也是可以 對齁 對不對 圖明的話 你看把我帶一個晚上 如果真的 你把我帶一個晚上 不行啦 會救 一定會救 但是 可是你看如果 舊了的話 然後接下來 拍拍拍拍 然後 然後雨晨或是你 假跳一個身分 我不能假跳一個身分 不不不 雨晨 雨晨跳一個身分 然後把繩子引出來 變成去刀那個名這樣 也是有一點機會 但是 但是我那時候想一想 我還是決定要 戴預言家 戴神 對 對 因為我記得那個時候 網友問我有說 為什麼你不直接帶女巫 可是女巫跟預言家 其實都是 各有各的收益 對不對 對 那我忘記他們說什麼 其實帶預言家 有一個蠻大的好處的 我那個時候 因為你就已經 首先第一天 就已經擋掉他的查驗了 然後 但是帶女巫的話 你就可能或許可以追回那個 其實我覺得帶女巫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嗎 是受益最好的 其實老實講 那天我確實 高度懷疑主任是女巫 對 只是因為主任都沒講到話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 因為這邏輯是這樣子的 就是到我這邊的 一到五都還沒有人發言吧 那很明顯的就是 繩子就是 預言家一定是在 七八九裡面嘛 對不對 那扣掉 扣掉八號 如果是女巫的話 預言家剩七跟九 那那時候 算是感覺跟名掛像 就是九是那張玉 對 所以最後面就 把預言家給倒掉 然後把預言家倒掉 我會覺得是 會讓局勢的變化 比較有趣一點 就是 因為你漢跳一個玉嘛 對 可是那時候也有人講就是 那個邏輯點就變成說 我真的是帶女巫最好 因為我如果帶這個預言家的話 怎麼可能 我不去帶你呢 對 對 因為如果要帶預言家的話 我怎麼不去帶你 然後這個方向 只能讓他們變成說 他們盤說 我們狼隊想要圖名 然後九號像名 他們只能有這個想法 你明白嗎 所以 但後來 但後來其實還是演的嘛 對 因為我突然想說 比如說你帶了預言家 再去刀女巫 但是不行 因為女巫有可能會去開這個賭 就可能會 會毒掉一隻狼人 所以當天自爆的話 帶女巫還是最好 他晚上就不能開 可是那天 如果那天 是不是最好的狀況是 帶了女巫 然後晚上我們去刀 預言家 對 這樣是最好的 但是 因為後面我 因為我也沒有拍刀嘛 我想說 就讓你們玩這樣子 因為 因為我以為那時候你們會去刀那個女巫 對 對 對 為什麼我們那個時候也沒有去刀 沒有去刀 我記得你們好像是刀一號 不是 我們刀二號 就不行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們也覺得他像神之 然後其實有一點不刀女巫 也是像你所說的吧 對 可能 先 看一下 就是主任的發言 這樣子 我們先往下看 Let's go 好 後面大概不就四號的是 八號跟四號高機率 你真的有懷疑到四嗎 那個時候 有 他那個反應就不像 我覺得八就是禮物啦 其實 有可能喔 就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 我那時候 怎麼了 我那時候一直對看 跟羅群說一直看我 然後我就說 好吧 抱歉了 這把你帶走 小蠟笑得好開心 而且最可憐的是 他連遺言都沒有 他都配愛一句話 我還真的再給他配音 我還沒補他 好可憐 還沒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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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這個小蠟 所以照你來說 這裡我們是應該 如果我們名處主任 一定是女優的話 我們就要到他了 是不是 對 但我那時候想說 我在逃下去的時候 想說你如果知道的話 但是 但是我覺得主任可能不會救我 有 這個機率 我覺得他不會救我 我剛才看他 他不相信 我剛才發現說 你看他對我的那個眼神 充滿殺氣耶 我感覺他都沒有辦法信我是一個藝人家 我覺得他不會救我 其實為什麼那個時候刀 我有點忘了 我想想看 這其實刀二有一個好處是 因為在扭入的視角 紀普欣是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王治刀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主任在這個時候 有一度想要說 有沒有可能 我要想紀普欣這個時候治刀 有沒有可能 因為他的玩法 他有可能會比如說要騙解藥 有 還是比較少機率 可是從二號的發言聽起來 我不知道 是就看女屋的視角 對 因為我記得那個時候主任有說 他是想要把我毒掉的 好像是 可是很尷尬 就是我們刀了這個二號 他就沒有辦法把我毒掉 因為他得先優先用解藥 先救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 可是我記得他最後好像 我想起來了 因為你已經被驗出去了 對 就想說這局如果 其實沒有帶邏輯所以還OK 因為他其實驗的是一個死人 對 驗的是一個死人 但我們也不知道 好 平了 音樂請狼王超發言出去 狼王頭歪歪的 沒帶好 我比較想要研究 剛剛零九聊到的人 因為如果 因為 好 現在五號 其實也不能確定他是不是 預言家 因為如果預言家在七八九 這是我的一個疑點 好 那如果現在姓五號 是預言家 三號又是精髓 我們先把五三排開 六剛剛聊到說 四跟八會不會有可能是女巫 二有沒有可能是女巫 他把這麼多人點出來 那狼坑是剩下哪些人呢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他點的這些人 裡面一定有狼 一定有狼 如果今天 陳慶九點的全部不是狼的話 你看他點了二 四 八 全部不是狼 真的全部都不是狼 真的都不是 六 但我不是狼 我不是狼 所以他點的 他點的二 四 八裡面 一定有狼 一定 一定沒有狼 因為他本來是講四八 然後突然有印加一個 該不會二號 也有可能吧 所以 加上你剛剛又被那麼多人 其實你那個時候 應該沒有這麼想要混 我亂聊 對 應該是亂聊 我真的是亂 就是硬把二排 聊一下這樣 然後好人就覺得 你是不是要做身份 有時候好人就是無意間 會幫一些 會做低其他人的身份 那七八是還沒有聽發言的狀態下 七八都沒發言到 那因為剛剛 我記得這一局 凱樂節的心動力真是當他冷 他一定不是狼 他一定真的是一個民主 至少他一定是好人主 他不可能一個狼 這個你神情真的 那個凱樂的表情就很輕鬆 所以現在 主任感覺就是一個有身份的人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他就是那個 你看... 你看他們表情 你怎麼會看 教一下我們那個電視間 電視前的觀眾朋友 我真的覺得平民的時候 你的神情會比較輕鬆 輕鬆 對 然後當你有責任的時候 你就會... 對 你看 主任的顏色好少 那個是思考量的感覺 你懂嗎 對 他如果跟一個茶山 就證明他覺得是天狼 就是 感覺是很多思考量的一個牌 所以代表女巫一定還活著 然後現在少走了一隻狼 然後9號身份未知 然後10號拍平民 所以我決定 我要跳出來 因為就算我驗錯人 沒有關係 因為我是神 然後現在只有證實說 就是女巫還活著 那我覺得我神就算死了也沒關係 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3號很乖 是因為你剛剛先 你剛剛發言先前面先小踩了 以後來又 我以為你要踩我 我基本上沒有保護 對... 插3號的這個地方去踩 如果他這個時候驗3 我們狼主人是屬地公 所以我說3號的關係 我是有點不太確定的 所以我決定我要驗一個5號 如果5號是好人 證實他願家 那3號一定精髓 那狼坑就非常的擠了 所以我要驗5號 是嗎 是嗎 不 不 不 因為我本來是青翔翔 我還要跟你發個查詐 那一局還說 不得我 為什麼沒有讓我發言 我要發你查詐 我都沒得了 這一局真的好有趣喔 很快每個人都到高隊區了 其實這一輪很關鍵 這一輪很有趣耶 對啊 那時候主任沒有拍身分嘛 他這時候還沒拍對不對 沒有 我說現在夜裡的 這個東西太有趣了 因為狼刀了這個衣服 對... 他名也獨一這樣子 因為雨晨可能真的好 我們現在圖神圖不完 然後1號 10號玩家出去小賴是平民 我們第一輪名位 其實是平民 我們就圖民 對 這個刀還不錯 對啊 如果他去刀 刀衣會比刀其實好嗎 因為有可能 因為你知道神實拍明了嘛 那我帶了那個 我帶了那個 要嘛是神 要嘛是明嘛 所以 應該說他如果知道神落在7、8、9的話 那不可能去刀那個神 因為後面知道乙是7跟9有一個 7、8、9有神嘛 所以說他一定是往明那個邊去刀會比較好 因為神比較多啊 神現在還有三個嘛 那輪次一定不夠 你等一下聊兩輪 聊不宜 聊輪 你那個坑越來越急就結束了 這個狼跟刀在同一個位置 這裡主任沒有 我忘記他標準只要怎樣 等一下聽他講一下 還有一隻 8號 你剛剛剛剛我們在說 會不救了就只有8號 結果你說我不是...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女巫 不知道了 因為那個 我剛剛因為5號 他是假的預言家嘛 那我不知道就是 還有沒有預言家 他是其實9號是預言家 都有這個可能性 那我不知道他發給3號 因為我想說他們混亂 因為8也有可能是預言家吧 8是誰啊 就主任了 他也是會不... 他來不及跳 因為我覺得自爆點剛好 讓7、8資訊超少 他無法去定義這兩張牌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聊到 他完全沒發言 不確定 因為他留我這個歧視 所以聽一下後面發言吧 那4號你剛剛其實分析了 就是我覺得... 所以他們好了 1號有可能認到說 1號是這張女巫牌喔 那378我再聽一下 不然怎麼可能會不信 對啊 後面 我後面再講 我覺得現在他們 要殺殺不完了 現在一定是剩1隻啊 我剛剛為什麼會有點 踩尾鏡的原因是他剛剛 他講了一個bug 讓我有點想懷疑他 因為他說 應該是剩2狼嘛 就是這不用應該 所以我剛剛會覺得 他是狼的有關係 是在這邊 那現在最後1隻狼 我覺得7、8 他這邊是不是有點了爆啊 一定出一個... 為什麼 他說的應該剩2隻 是上一輪的時候 他還沒這樣發言吧 我剛剛為什麼會保你 的原因是 那他打這個點是 打他上一輪的發言 可是他踩1的時候 是上上一輪的發言 是吧 是吧 對耶 對耶 但是可能當下 沒有記到那麼多 他踩了8 女巫還在嗎 女巫還在嗎 好 我講一下 剛剛在前面騎士還沒查驗 所以其實這好了 就自己亂掉 那他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這個要拍吧 拍嗎 因為是一郎 是一郎的話 身分就拍一拍啦 不要讓自己 對 有必要躲嗎 我想一下 沒有 沒有必要吧 因為一定還有一... 不對啊 因為騎士還在嘛 所以他可以拍那個身分 一定可以拍的 因為我們那個 女巫跟女巫的刀型不對 緊退在線 對吧 然後再來是因為 兩郎出去了啊 應該可以拍 應該可以拍 拍比較好 不然讓狼去穿衣服的話 因為這7、8 沒有辦法定義身分 如果這時候這一把 如果假如這張7是狼牌的話 那不就直接跳一個獵人 對 然後他可以歸隨便前面一個人 可能要拍 拍應該會好一點 對 因為在4號玩家的視角 7、8還沒發音 如果有一個狼的話 他們直接穿他的獵人衣服的話 穿起來直接就動不了那一張 然後再來是 當然還是看位置啊對不對 對 你是看位置 看位置 通常我覺得在這麼強大的局裡面 那如果他是在歸標位 是不是那或許就不用拍了 可能不用喔 因為每個人都... 前面都沒有人... 沒有人拍身分 對... 是不是這麼... 他可以拍個名吧 如果他在莫智慧的話 因為如果保險 沒有把狼票出去的話 至少還可以擋一下吧 試去打吧 對 其實8號玩 主任這一群應該覺得 無奈吧 這個moment 其實有一點 大家都在踩他 因為他一定想說 你們看不出我是女巫嗎 因為我覺得... 等一下聽他聊 其實我覺得9號有可能是 狼王明出的真預言 所以等一下... 而且為什麼主任後來 我也懷疑是 因為是對他的敵太大了 你看4號一直說 8 你是狼吧 你的眼睛閉會我了 你怎麼這麼快 就是那個牢籠裡面那麼多人 你怎麼那麼多人 我們一早都還會玩 都不是畫到那邊這樣 剛好都是五間型在裡面 對... 剛剛六號這個... 五間型在籠裡啊 各位 就譬如說 太特別了 就怎麼會在這個時候自爆 就想說 要嘛他就是想要保這個5號 不讓後面的人發言 或者是他想要 因為10號就是應該是真的名走 他想要看誰是 我們是比較像名 他就先把名帶走 這樣就比較多名 狼的勝率就比較高 要嘛就是我們後面還有狼 他想要讓我們後面的人不要狼 操作他們應該會好人的視角 應該滿軟軟的 很多可能性 還有4 8 8確實是有可能是那個女巫 因為他們... 他們盤4有沒有可能是女巫 那是補星盤的 盤到4是女巫 盤得到它是女巫嗎 就是隱藏後面的狼 太可能嘛 為什麼呢 你覺得4有可能做為那條女巫牌嗎 那我就拍身分了 我只是一個名... 我就是... 但4號玩家確實他 有可能 比較不常跳身分 對啦... 他有可能是一個陰的女巫 確實 如果打人設的話 他是在拉你 打人設 所以你精髓的身分 應該是高啦 然後4號我覺得... 這樣算我們戰術有成功 你發那個精髓對不對 對 無意間成功 有把它做高身分了 狼發的精髓 但是還是要把3號 然後可能是狼的機率排進去 所以3 8 是我的任何方法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討論說 普欣那個騎士 如果撞3的話是最好嘛 對 可是因為那個...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討論過 那是結果論嘛 因為如果5有可能做為爭議 就你這張牌 就我連人看到最後 我不能看到現在是不是 你知道嗎 怎麼那麼鬆錶 怎麼咧 我常常說救的是你 那如果今天 我救的是2號 因為人家說他要查2號 但他殺的是你 我就救了你 4號跟3號 你們兩位剛剛的說詞裡面來說的話 4號的發言會比較讓我覺得 你殺氣比3號重 因為其他的2號跟4號 是一定投他 聽一下 但是你4號的發言 你是著重聽 為什麼我可以活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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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是羅志祥 羅志祥 是啊 你好... 妳好... 恭喜... 恭喜妳好... 兩幸福... 兩幸福... 是... 這樣啦 我覺得很好玩 原因就是... 我是在以後把他們兩個留到最後 還滿好笑 你說梁醫生跟主任嗎 你待會兒給他投2號跟8號 你為什麼可以活在... 我... 懷疑彼此為什麼活在場上 好嗎 我不相信我是女巫 小賴是我不救的 你知道嗎 很明顯吧 我還要演他 蛤... 其實這個錶水還滿公平的 但我覺得他少講一個東西 他少講了什麼 他少講他的毒啊 對 他沒說他毒的對吧 對 他沒有說他毒誰什麼的 那個事情沒有講出來 有啦 後半段他說 錶水嗎 你說評票 有評票嗎 他可能看出了9號他的反應 之類的 當然就是比較尾端的時候 他才說的 你是不是覺得我說得很恐怖 我覺得好冷 我覺得很冷對不對 心寒了... 那其實我跟你 你舉3號 我舉4號 重新替他們再錶水一次 你不要在那邊騙人喔 就是分配好 然後自己亂講 沒有 不會 我拉給你們看喔 我要替你們錶水一次喔 不行 他們也可以投耶 不行... 你在說什麼 哇 他跟我來 遊戲結束 好 那我舉4號 我舉4號 宇晨投幾號 他投4嘛 他投4嘛 他是投8 我舉不出來 宇晨這樣其實跟票 有點跟票 是跟票嗎 還是他的有什麼 那個是不是 因為他不一定啦 有可能不一定時間 因為他的那個相機的開明 不一定是同時播放的 所以... 頂戴喔 頂戴 對啊 頂戴 是你 你為什麼要頂戴啊 頂戴喔 對 你剛剛沒有急對不對 我真的是真女巫 我讀的是2號 我救的是你 我讀的是... 對 他說錯了 沒有 這個是已經不重要 因為他已經出局了 我讀的是10號 不會 我... 我沒救10號 我救了2號 我讀的是1號 對 他是... 他死掉才說的啦 他是那個淘汰才說 那個1號的事情 你又殺他又可怕喔 解1號跟... 解1號跟賭1號 又不能同時1號 你人了 你人也賭完了 你人也賭完了 等一下... 我沒有救10號 我救的是2號 但我賭的是1號 可是1號也是被... 可是只有死一個人 那你剛剛有什麼不講呢 沒有啊 好人不配贏 沒有啊 這個時候 在觀眾期大家笑得很好笑啊 對啊 滿有趣的 娛樂...娛樂局 很有效果 所以這局在這邊 就獲勝了 好 我記得這邊是... 這邊是宇晨是... 記得二世是... 而且我記得 主管有說凱樂是名 我記得他有說 主管有說凱樂是名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啦 沒有 凱樂自己說他是名啊 對 他自己說了 對 他說我就是個名啊 老二是名人 可是那一局... 或許4號牌身分 主任達不到這張獵 達不到這張4號 對吧... 對... 滿有趣的啊 但我覺得就是... 這局想講的是說 女巫... 不跳的壞處 就是... 如果你... 你... 當大家都... 都知道你是那一張 不跳的牌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被... 被狼刀死 而且尤其是 當你遇到那種 會... 敏牌的人 因為像我們私底下 有跟很多那種 厲害的人玩過 他們是真的就是... 就是跟主任同等級那種 就是他很容易就是... 他可以聽你的發言 或什麼就是他 你看牌的感覺 他就可以知道你... 很高的機率會把你... 女巫找出來這樣子 所以... 所以其實女巫跳是... 是一個... 我覺得還是必須的啦 當然說 等大家都是... 有這樣的姿勢之後 你...去做一個 女巫不跳的水準 是不錯的 欸... 我是在... 阿山你繼續說是不是 對...然後... 然後我覺得主任剛剛的... 我覺得是他沒想到 會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最後面一輪的時候 他那個錶水 對...就是他... 他沒有... 他沒有說... 他慌了 他講話... 就是沒有去說1號那個... 他應該去... 他只要那個錶 他只要說 我是一張... 真女巫牌 然後... 小賴沒救 那女巫不跳就是我的... 我的...我打法吧 然後我... 我小時候這種... 粉絲見面會 就玩一些操作很不錯這樣子 然後... 我... 救的是2號 對... 救的是2號 然後... 為什麼只有11號 因為1號是我讀的 3號 你是怎樣 就是... 他們說要用這個... 多用一點槍 他們想要我射... 對 繼續說 沒有 我真的在挺 我真的在挺 沒有講完啊 就這樣 這太要爆那個 我得反駁一下 我覺得小賴是可以真的不救 對不對 我真的... 我覺得小賴真的不用救 真的 小賴太作作了啦 太作作了啦 有時候就是該出去一下 你可以出去... 對啊 拿到那個獎盃還在那邊 對啊 而且... 也沒有穿得很漂亮啊 說實在的 而且淘汰機也是看得到你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淘汰機有GoPro了啊 對... 放心的啦 還是會看到你的但是... 直接站在那個... 直接在那個... 直接在那邊發... 直接在頭上去先發言 反正他應該遲早到那邊了 然後... 還有說什麼 就是... 對啊 而且... 而且很奇怪的是最後 主任跳了一個女巫 但是每個人還質疑了他 那他們可能只攀 一號玩家是那個女巫囉 可是... 可是很奇怪耶 因為... 因為後師傅我問普欣 普欣說 他是覺得四號是這個女巫 可是我覺得女巫應該 我不知道 因為我... 沒有在那一局是個好人 所以我覺得說... 會盤不到巴士那張女巫嗎 對啊 應該是蠻容易的嘛 我覺得那一局的輪次 不管怎麼樣 應該不是到巴的輪次耶 我覺得可是八號聊得太不好 太緊張了 而且我覺得可能大家都覺得 主任真的太強了 為什麼他... 還活著 到那天還活著 那可能主任就是那個時候 也是 所以... 他可能... 要挑一個身分 就是...就怎麼... 所以... 狼王不帶他 反而還造成的蠻好效果 對... 這是那種陰差陽差 因為我覺得... 然後要導致好人互相懷疑 我在場陰錯陽差 沒關係都可以 陰差陽錯 一樣的意思 自己搗裝去這樣 你知道嗎 你們明白就好了嘛 對不對 如果那一把 如果正常的邏輯家講話 應該是帶走主任之後 然後你們往七跟九去刀 隨便刀一個都可以 你說第二碗... 你說你狼王帶主任 對...我帶主任說... 然後我們七九... 你七九選都可以嘛 你七九選 你就算刀名了 你就圖名了 你到御元家 你還是可以... 汗跳把身分找出來這樣子 對...就是... 我說如果正常 我們不要打一些節目效果 或什麼話 其實那些... 那場舉... 如果女巫不跳的 結果就會導致成說 好...我自爆 帶走女巫 帶走女巫之後 你們把名或預言家刀掉之後 那接下來其實 我們已經贏兩人的輪次了 所以... 不太好輸 對... 那時候就會狼刀在先 就會領先很多 那如果預言家跟名 二選一 你會...你覺得刀哪一個 受益比較好 還是不一定 我覺得我會... 刀名耶 刀名喔 因為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 刀獻騎士這個角色 對... 如果那時候刀... 不對... 好像要刀繩 因為你看你預言家 他會抱兩天一人 那到時候會很尷尬 因為他坑就很緊 對...那他應該還是 刀預言家 刀預言家好一點 然後再... 可是騎士工作的話 騎士獵人 是不是 但我覺得可能刀繩好一點 刀繩嗎 應該是刀繩好一點 對... 好...就是大家可以... 可以思考看看吧 參考 但是兩個... 兩個刀法都有他自己... 對... 應該說看那時候的狀況 因為例如說你已經... 像你那時候的狀況 你已經抿出二世 如果你是已經抿出... 高級覺得二世像神的話 那就刀鳴 對吧... 你已經抿出來 我們把鳴刀掉 然後你... 只要指刀說 一號是那張平民牌的話 那... 夜晚就... 就算... 就算騎士撞你 對...我們晚上再找對個鳴 刀一就結束了 對... 好... 好... 今天我們來問問題了 擋住我的問題了 找個時間要剩下啦 好...來... 林小姐想問 師傅如果信用破產要怎麼補救 抱歉 就去繳錢啊 就... 把咖啡繳... 很容易啊 就...就貼臉啊 為什麼耶... 為什麼 貼臉... 我其實不常汗跳 但上次汗跳之後 幾乎就沒有人信我了 導致然後針魚人家直接票出去 到底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還好啦 就是你就... 看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玩家 因為有的人就是 因為你如果打得太單一邏輯 也很無聊嘛 例如說就是... 我就是... 拿到冤家才跳或什麼 那你如果... 你如果要汗跳 其實就是... 你應該是長期的累積你的... 就是跟這些朋友玩的時候 然後你要讓他們知道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玩家 就是... 例如說你常汗跳 那你就一直汗跳下去 然後... 像他這一次... 他順便說他拿到針魚直接被票出去 那... 這個就是一個把信用 拉回來一點的一個... 的事情了嘛 就是你針魚也跳 然後狼王也常汗跳 那... 那久了久了 大家就不能拿到這個點去打你 其實你... 你被票死 就代表你的信用回來了一點點了 對... 所以... 因為他主要其實... 你的狼人跟豪人發言 盡量一致一點 沒錯... 那... 你汗跳的時候 被他... 那時候被他... 被他... 被他抓住 但是你針魚人家也這樣子發言 那人家就會覺得 其實你玩狼人賽 就是要讓大家看不透你 所以我覺得 就是統一發言 對... 我再強調一次 狼人賽不是一場的遊戲 它是... 很長的... 就是... 好幾千場或什麼的遊戲 所以說當你... 不斷地去... 把你的... 人跟狼的狀態統一起來 狼 狼的狀態... 人狼... 人狼的狀態統一起來之後 然後再把邏輯什麼... 失去遊戲櫃的... 你就會變得很厲害這樣 然後你也不用去管說 就是一場信用破傳什麼 其實那不能代表什麼 對... 它是很多場累積的一個... 總... 總... 總和... 總結 來...第二題 好... 師傅每次看你玩狼人賽 發言都覺得你EQ超好 請問師傅 難道你都不會有生氣的時候嗎 然後大徒弟有看過師傅生氣嗎 我記得上個禮拜 他把小賴揍得蠻慘的 小賴被我打... 底上打 對... 那個... 因為我們本來安排他上通告 他說... 你爸爸我被零酒打得瘀青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 沒有...開玩笑 還是會啦... 當然還是會生... 到生氣還不至於啦 但就是... 玩狼人賽的時候 但有時候會... 遊戲內走心一點點 對... 但其實也還好 就是... 我們下去之後 就沒事了 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在討論 但我覺得不到吵架 就是... 對... 就是對事不對人 對... 我們就是頂多在... 玩完後 一直在討論那個問題 為什麼會出場 對...為什麼 然後怎麼樣收益比較好 我覺得那是一個進步 就是是理性的討論 然後... 你看過我生氣 我記得好像有一次 有一次啦... 賽後討論 你8加9... 那個... 沒有... 那是節目效果... 我要講一個 我有一次在你面前生氣 真的嗎 有... 在坐計程車的時候 為什麼... 怎麼可能 坐計程車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司機 要看... 我記得啦... 對... 我記得啦... 你要說... 我要去我們那個錄音室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是... 那天在下雨 對... 然後我們要去錄音室錄音 然後我們就說... 我要去我那個工作室的巷子 對... 然後我就說... 我的那個巷子... 幾巷幾巷... 然後他就開到那個巷口 就說... 欸... 他說這邊下車... 對... 我說... 現在在下雨... 可以麻煩你幫我開到那個... 門口嗎... 因為... 就是他開到的是這邊的巷口 可是我... 我們那邊是接近這裡 對... 滿遠的... 然後我就說... 可以麻煩你開進去嗎 然後他就... 就是說... 喔... 你是不會用走的 哇... 對... 他說你是不會用走 然後... 然後我說... 你就開進去啊... 又沒有... 不讓你跳錶什麼的 然後就開進去 然後那個巷子這麼寬 然後他就說... 喔... 這巷子太窄了 我生氣耶 對... 我就說... 我就說... 我就說什麼... 這巷子這麼... 這麼寬... 你開不去那裡... 你開什麼計程車這樣子 對... 我當時... 對... 然後... 他還是開進去啦... 對... 我們... 最後還是開進去 他有一點... 因為他看到靈久說 他... 好像有道理耶 他就讓了這個乘客說對啦 就莫名其妙 然後還在那邊... 碎碎唸還熟了是不是 對啊... 然後我們就... 給錢我們就走了這樣 沒有... 沒有... 我在旁邊看 沒有...我在旁邊看 沒有...我在旁邊看 我現在覺得好美好帥啊 因為我就是那種俗辣 我就是那種... 好吧... 我就在雨中坐路吧 沒有... 我還有跟他講到啊 我那時候還跟他說 我說你... 我說你有必要態度這麼差嗎 對啊... 我又沒有不加你錢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你就開進去嘛 我多加你錢... 不然不要找嘛什麼 然後最後沒有 我還是錢給他 然後說謝謝這樣子 就是對事不對人 可是他這個態度很差這樣子 對... 應該在你面前 應該就升那一次 舊舊那一次啦 但... 對啊... 好... 非常有趣 然後希望大家看到今天的 那個復盤也有所有收穫 然後坐計程車的話 記得要到那個巷口門口 停到門口 好不好 下雨的時候 下雨天還要我們走路 我們又沒帶傘 對不對 好不好 計程車司機大哥 麻煩我算你們很辛苦 但有時候不用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大家和氣身材嘛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復盤就到這邊 大家有問題都可以在影片 下面留言 或者到師傅0995995995的粉絲專頁 然後記得打開那個鈴鐺喔 我們每個禮拜六的晚上9點 都為你們復盤 今天... 你還要跟著我一起講耶 我... 我拜合音了 你要不要一起... 我試一下好了 試一下... 你... 影響... 影響... 王德山有風險 金水影響有包... 有點難耶 金水影響有包有點... 有包有扁... 然後咧 遊戲先影響... 影響看師傅0995 現在知道我的... 好 我們下禮拜見 謝謝 拜拜 拜拜 我甘買人了... 我甘願... 我甘願 我甘願的群手用來 我甘願的群衝 沒有太多意統 我甘願的群衔 感想強是... 我甘願的群衔 要是... 我甘願的群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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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甘願的群衔